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让他们是在适合减的 口令这种障害的 如果咱们都是乱来一切众 后供肆的感恩 алог 随而所无耘 它们是乱来一切众 gr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性生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无比的恭敬心呢一直这样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照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是在他面前的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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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诗之方式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 修行正法上 莫为小骨上 行持众生愿 迅速得圆满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绝对不能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 一些小小的利益 将正法的所益 也就是说 完全依靠成就的这种所益的身体 做一些伤害 因为依靠这样的身体 能满足众生的意愿 自己能获得圆满的正确的果位 所以依靠身体 应该说是有许多的利益 作为修行者来讲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的身体没有的话 那么不管是发菩提心 或者说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修持正法等等 这些都是无法现实的 全部是依靠我们的 像满难得的这种人生 有了这样的人生以后 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因此我们在这里 应该了解到所谓的佛法 就是佛法依靠身体 渐渐地能成就佛果 而满足众生的这种一切愿 众生的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想获得快乐 我们依靠身体 可以暂时给他传授佛法 让他发菩提心等等 或者说给他种下菩提的种子 然后究竟让他获得三层的果位 应该说是有办法的 如果我们离开了身体 那就有没有这个机会 也是非常的难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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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颂词就是说 我们身体什么时候可以舍弃 布施给众生 那么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的悲心 还没有得到清净之前 就是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身体 布施给其他众生 如果你知道了 今生或者对来世 确确实实实有利益众生等 有重大的功德和利益 那么那个时候可以舍弃 这一点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当中 可以开许的 那么所谓的悲愿清净的界限是什么样呢 以前的印度布布达论师 他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自他等性 什么时候通达了自己和他人 或者是情愿平等 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 就算是已经悲愿清净 大悲清净了 那个时候一般来讲 从一地菩萨开始猜 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境界 完全都是同等的 因此应该说是悲愿清净的界限 从一地菩萨开始 因为那个时候 刚才所讲的那样 没有后悔心 如果没有后悔心的话 那么他的悲愿也得以清净 而且对众生有利 尤其是他自己的身体 也会有恢复的机会 我们在这里应该了解 悲愿没有清净之前不能顺便布施 如果你对即生当中 也是对积累资粮 或者是遣除一些贫困等等 对来世 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 尤其是弘扬佛法等方面 如果非常重大的贡献 那么舍弃自己的身体 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个之前 大家也应该了解 有时候好像我们身体要舍弃 有时候身体都不能舍弃 到底这个香不香味呢 没有这个香味的 如果你知道 今生来世都有重大的利益 而且自己不会变成 解脱的障碍的话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布施 这个时候 悲愿一路都已经清净了 所以布施 身体是弥所当然之事 谢谢大家好 不客气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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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不说法 讲这个颂词 这个颂词当中主要宣讲我们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做 自己有一些威仪 就是我们在人间 如果有些人也潜行地闻受佛法 那么没有一个不成的 直接或间接一定能获得佛果 但是华智仁波切也说了 闻法的话 闻法的方式 闻法的这种对境 闻法的这种发行等等 必须要如理如法 如果不如法而行 就像有些人说说那样 佛法没有按如理如是做的话 反而成了罪业 首先在这里听受佛法的时候 如果自己的身体没有严重的病 头痛 感冒等等 就是没有这种现象的话 在听法的过程当中最好不要戴帽子 也不要用什么布 用什么衣服 等其他的东西来盖着自己 忙着自己的头 这也是不允许的 其实这是一种不恭敬的姿态 因为听受佛法的时候 你应该很短正地 恭恭敬敬地 就像我们以前有些经典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很细悦的这种目光 看着上师 这也是一种闻法的一种姿态 点击一种信息 难以来 我早说十字幕协调 你应该有什么空 这种想法 所以我说 当我们是写任 开始了 也不能远答 好了 这种想法 你用这个想法 就用这个想法 用这个想法 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 我想我们闻法者应该以欢喜的目光 应该坐在听法者的这个 不应该与传法者拼起拼着 这就是佛法给我们的一种 怎么说 有一种地位 在听受佛法的时候也不能忐忑 也不能搭着山 而且在听法的时候 不能穿鞋 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受佛法的时候 不要戴帽子 不要穿鞋 当然手里拿着枪 刀 这些都是我觉得不可能的 拿着这些兵器 这也是不允许的 然后除了一些特别严重的病人以外 拿着手掌 这也是不允许的 总而言之 对说法者 对佛法一定要恭敬的 如果不恭敬 那么这位法师 最好是给他不要传法了 因为这个法应该说 是依靠恭敬而带的 如果你连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那么佛法根本不可能得到的 总而言之 真的作为弟子 真正想获得法帝的话 那么依靠对上师的恭敬心 才能得到的 甚至我们真正的证悟 也依靠恭敬心而得到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对任何一个传授佛法的上师 应该恭敬 就是应该恭敬 不管是密法也好 显宗也好 就是我们对佛法恭敬的 并不是对他的肉体 对他的个人崇拜的 应该这样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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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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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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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些出家的法师 对寂静的地方 对女人单独不能传讲佛法 然后对智慧浅薄的人来讲 不应该宣讲特别甚深的法门 然后我们遇到的小乘法也好 大乘法也好 凡是深深浅显现的这些法要 要一识同仁的 不论看着一个法师很好 一个法师不好 这样来辨别的话 一定会是受谤法罪的 那么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作为一些出家法师 对女人不能宣讲佛法呢 实际上在戒律当中也是有要求的 如果对女人宣说佛法 尤其是对比丘那种宣讲佛法 专门就是僧众 做一些解末仪式以后才可以允许的 那么这个原因 一方面传法者的法师经常会受到一些毁谤 所以佛陀要求 不能对单独的女人传讲佛法 然后还有一方面 如果有一些单独的女人与她传讲佛法 很容易产生一些烦恼 本来大慈大悲的佛陀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讲的 对女众也有一些特殊的 制定的戒律 原因就是女众有时候 烦恼也是比较重的 但是当然这一点也并不是说 当时佛陀对女众不公平 也不是这样的 的确是自己的胜利和业力关心 因此女众还是有一定的 比男众不同的一些烦恼 然后我们智慧浅薄的 比如说小乘根基的 那么这些人本来都是 他们的根基 意乐都是不全的 那不全的话 我们不能给他传讲一些空性法门 六度的法门 或者布施身体的这些甚深法门 以及密尘的这些甚深教言 不能传给 如果传的话 他们会舍弃的 所以这方面也应该尽量地观察 尤其是我们对甚深的法门 和浅显的法门 应该同样地对待 同样地恭敬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 大慈大悲的佛陀 对小乘的法大乘的法 都是自己 或者间接地让我们解脱到 那么如果我们觉得 小乘法是很好 大乘法是不好 或者是密法是不好 我们显宗的法很好 如果这样说 那肯定会谤法的 佛陀在《摄书法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说有些人对如来的教法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不好的 如果这样来辨别 那就是这个舍法制 这是很容易的 我会想起来的 我会想起来的 你对这些人听不懂得主题 这是一个人的法师 我会想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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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人对我 你会想起来的 我们不懂得主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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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